即时新闻综合报导 委内瑞拉脑西荒总统马杜罗 Nikolas Maduro 祭出其招养兔子吃 但这项计划却面临挑战 因为委内瑞拉民众没有把小兔子当成食物 而是宠物 法新社和BBC报导 马杜罗设计了一个兔子计划 以对抗他所谓的有帝国主义势力 对美国进行的经济战争 他呼吁民众要养殖兔子 并将其当作动物蛋白质来源 动物性蛋白很重要 政府已通过一项兔子计划 因为兔子繁殖很快 但该计划面临文化问题 城市农业部长贝尔纳尔说 最近将一批兔子送到15个社区 但民众却把兔子当宠物 还有人替兔子取名字 带着他们一起睡觉 贝尔纳尔呼吁民众 要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兔子 需要在广播 电视报纸等任何宣传活动中 让民众了解兔子不是宠物 而是2公斤的肉 此外当局也繁殖山羊 是为取代牛肉的一种方式 反对派领导人 哈普里莱斯 Henry Capraos 则痛批兔子计划是个烂笑话 指责马杜罗把委内瑞拉人民 当成傻瓜 委内瑞拉政府把粮食 医药管却归咎于经济战争 生存是帝国主义势力 试图借经济瘫痪 韩国以对抗其社会主义领袖 但反对派认为 经济问题是政府管理不善所致 调查浅示 受经济危机影响 委内瑞拉有四分之三民众 平均体重下降了 8.7公斤